耶旦节即将来临 飞华青年服务团总团部 是特别在理事长施炳川 还有福利组长施纯席的率领下 前往在季顺市的一间孤儿院 他们与将近150位孤儿亲密互动 并捐赠了名声用品 要帮助这些院童们温暖过冬 位于季顺市的这间社会福利部 国家首都地区孤儿院 已经高高立起了圣诞树 期待一年一度佳节来到 飞华青年服务团总团部 载着满满名声物品的卡车 一抵达孤儿院 就受到了孤儿院志工 和孤儿们热烈的欢迎 他在齐心协力将卡车内 一箱一箱的东西卸下 并且排列整齐 这次他们所要捐赠 给孤儿院的名声用品 有牛奶、药布、枕头、洗衣粉 衣服和鞋子等 价值将近15万非币 希望能尽一份练薄之力 协助改善孤儿们的生活 由值班社工发迹力难代表接受 我们今天基盘的 还有就是 当时是圣诞做的 我们只要让一个 今天来欢喜 我们这个今天 我们头一半 我们头一半 这个来买 后来这个 是为了 买帮助 载着较劲的 我们来帮助 今天 让他们 给这个年度更欢喜 后来 还要多谢 我们载着团团 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些 外团是为了 我们在国人团团 机会 来帮助 来关心 我们要感谢团团 巴基利南也带领青年服务团成员 参观了 孤儿院内部设施 并介绍目前营运的状况 成员们也特别安排 一系列游戏 像是大风吹 等孤儿没互动 大家都玩得富裕乐风 小开怀 而每一位参加游戏的孩子 也都可以拿到一个 精美玩具 大家都不及待 玩了起来 孤儿院也特别安排 一连串歌舞表演 来表达对 飞华青年服务团 这一次战举的感谢 近战演出 赢得运会人士热烈掌声 最后大家一起享用了 美味的意大利面 和夹鸡口便当 最后温馨 人满一天 谈话玩电视王有心 在对冰季顺势采访报导